男性小便泡沫多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杜岳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那个旺旺 如果你那个尿尿的时候 一泡尿憋得特别急 你冲刷得特别快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泡沫多 这是正常现象 大家不用过于那个焦虑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排尿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那个尿里面泡沫多 可能有如下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来讲的话 你可能感染了 你的尿里面有产气的感菌 产生的气泡多 那么容易造成那个就是这个泡沫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讲的话 如果你有糖尿病 那么糖尿病的这个时候 尿里面的糖分含量更多 尿里面的表面的脏力就比较那个什么低 那个尿的这个产生气泡 它就不容易消散掉 所以这个地方那个泡沫比较多 那么第三个情况下 来讲的时候 如果你尿里面的蛋白药 如果你的那个肾脏出了问题 那么你尿里面含量 蛋白含量比较多 那么也会增加泡沫药 所以说啊 如果患者朋友们 遇到了这个泡沫药的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最好是先进做一个尿间